大家好,我是爱玉言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素专家 2197-203,草草炸弹 轰轰火花超战放马戏热光学迷彩 原神成就全收集 包含天地一万象隐藏成就 没任务,世界boss及其他 神射手,204-206 无他,为首鼠尔魔弹射手每百步穿扬 挑战者,第一集,207-210 黑炎的达达乌怕谁的节奏天国 全怎么外壳来住 特斯拉球还流行吗? 这批视频我们来收集 虚名新增的元素专家成就 我们需要来先打探地图 来到沙之眼左上角的几批点 我们需要在队伍里面准备一个 潮系角色,退来潮组都行 再准备一个相邻 然后准备一个雷系角色 这是角色的面板 潮组是没有剩衣物的 然后57也是一级 相邻的话是绝缘 但是练度都不糟 就不用担心会把怪秒掉了 之后还要再准备一个巨怪的沙塔 也是没有带上遗物 最后的话是以这巴巴拉 20级的巴巴拉 我们堆一点精通就行了 堆到这两百多 这个很容易完成的 好,来到这之后 我们创向西方向 下来找这两个元能斗装体 来计划一下它们 等到它们两个聚在一起 然后都隐身的情况下 我们用草系角色 先抓草 再计划 就能拿到我们的第一次成就 好的,下一成就 我们来到深渊 4-1 进来之后 我们先拉一下拽 然后潮组 放技能 开大 之后晃出相邻 就能拿到这次成就 我们推移仿布挑战 拿全成就 10次 之后我们再来到 一藏一 这次我们选择一个聚怪的 加草主再加的芭芭拉 来,我们开启挑战 然后草主先来扔着大招抓草 之后砂糖来聚怪 之后切除芭芭拉 就这么一只平A 我们就能拿到这次成就 这次成就也是可以防不挑战 完成一次5-10次 好的,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大家拜拜 这期视频我们来收集 神射手的商人成就 来,我们打开地图 来到棉龙谷左上方这 记得赏顶处 我们可以从TP点座来 爬到赏顶之后 这有一只火把 我们可以点着火 然后探向我们的东南方向 这有一只飞得的老鹰 它就是在围绕地的上顶绕圈 然后我们来调整角度 之后就一直拉弓在这射箭 等它撞上来就行 我们就能拿到机的成就 然后我们来到这个 朵炎龙溪副本的门头 我们可以从狼天门 那个TP点座来 来到这之后 这有两条柱子 我们探向我们的东南方向 来爬上这个伤体 在这儿 可以探到我们的朵炎龙溪 之后瞄准它头向上一点的位置 就这样射 就能同时拿到 朵炎射手和百步穿羊 这两个成就 好的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这期视频我们来收集 挑战者一一天里面的 4的成就 我们需要准备的火元素角色 再准备的大剑角色 再准备一个护盾型的 或者是用嘲讽技能的角色 好准备好之后来 我们打开地图 来到望风角左下角地的TP点 爆了TP点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我们的东北方向 从这儿跳下来 然后朝前飞 我们要先去找一个大型的岩石栏目 在这儿 然后我们来晃出大剑角色 打破它的这个外壳 好的就能拿到这些成就 拿到这些成就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我们的栏方向 过来就有一个雷银速食 来我们等它 向我们释放这个 戒指技能 就会是一个电球 然后我们用嘲讽技能 或者是护盾技能 来 把它的这个电球打破 就能拿到我们的这些成就 好拿到这个成就之后 来我们再打开地图 这次我们来到极栋树上方借个北风之狼的庙宇 借助副本 到了副本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北方向 从这儿爬上来 上来之后一直朝前走 来我们再爬上 接着桑体 小伙伴们爬的时候 注意一下自己的体力 好上来之后 我们继续朝北方向走 在这儿会有一个 木盾丘丘的 我们来晃出火系角色 点燃它的木盾 就能拿到这些成就 我们用火系技能 把它木盾点燃就行了 收起来吧 拿到这些成就之后 来我们把 我们把视线撞到我们的系囊方向 从这儿跳下来 我们去前面的这只水池 在这儿会有一个秋秋冰法石 我们下来 然后用火系的角色快速破盾 之后要等待 等它的眩晕环节结束 它会再次跳舞 然后产生护盾 就是现在 我们再把它打进那个 虚优状态 就能拿到我们的成就 好的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去下期再见 就和大家一起灭 看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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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